私立妙贤幼稚园在8号举行发红包活动 由园长亲自把100块钱红包发给小朋友 小朋友们也见识回应吉祥话 园长表示说发红包是园所传统 除了让孩子可以提前感受到年节气氛 也让小朋友可以了解过年的意义 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农历新年牛年 私立妙贤幼儿园提前在今年举行发红包的活动 由园长亲自将100元的红包发送给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则是借此回应吉祥话 场面相当热热 妙贤幼儿园园长表示发红包已经是园所传统 除了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年节的氛围 让他们感受到过年的意义 我们因为过年就是一个教学上一个节庆 那我们让小朋友知道 过年他吃的食物 一些过年的食物 还有我们发压岁钱 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到一年 再来让他喝牛年 会醒来让他平平安安的长大 我们用年后大街的市集 这些东西就是要让小朋友了解 过年他们所吃的 有一些萝卜糕 一些年糕 还有一些麻烙米烙 还有一些金币 什么这些糖果 让小朋友他们配合教学 能让他感受得到 那我们红包发完 今天还有一个苹果 让小朋友都带一个苹果 让他平平安安的长大 我们布置这一个 像这一个豹 抱枕叫做福报 让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很有福报 所以我们有准备这样的布置 让小朋友知道 一段一百元的红包 虽然金额不是很多 但是通过红包的发送 与教学相互回应 也在孩子们眼神当中 看见了更多的笑容 以及欢乐 记得喜欢我的话 大家好